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我是老五,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啊,日本的首相安天文雄准备要前往意大利参加七国集团的峰会 日本的官媒共同社报道称啊,这个安天文雄啊,将要在七国集团的峰会之上提出啊,抗议中国的一些议题啊 比如说啊,这关于钓鱼岛,比如说关于南海问题啊,然后要在G7的大会当中啊,向中国表达抗议的一个姿态 讲到这儿的时候,我跟大家提一个问题啊,这是日本人在向中国人表达抗议呢,还是日本人在打美国人的脸呢 其实啊,像安天文雄这个新闻,仅仅只是啊,今天发生的相关于中美博弈新闻里边的一部分 比如说啊,中国的总理李强啊,访问了新西兰,尤其是啊,跟新西兰发布了一个联合的声明 这个联合的声明都特别的逗啊,对于美国人而言,或多或少啊,都是有点尴尬呀 你包含巴以问题,今天也有最新的消息啊,这个哈马斯啊,表态啊,希望让中国啊,当这个宝人 中国要在中东地区当宝人 大家看一看,美国人现在面临的这个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 别再说了,再说啊,真的是没法活人了呀 美国人现在的状态,仅仅只是要一个体面 还维持得住吗 这就是美国人现在面对的这个世界 那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岸田文雄准备要在七国集团的峰会之上 提钓鱼岛啊,提南海这些问题,是打美国人的脸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一次啊,美国对于七国集团 这一次峰会的这个定调啊,非常的准确,也非常明确啊 这一次啊,七国集团的峰会 那就是一场胜利的大会 你日本人想要干嘛 为何是胜利的大会啊 欧盟,冯德莱恩,对不对 刚刚发布了啊,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啊 这个增加关税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声明 对不对,欧盟啊,跟中国啊 跟美国要携起手来反抗中国 要对抗中国,中国要出大问题 而且在俄乌问题之上啊 这个美欧要携起手来啊 继续的反抗俄罗斯 而且呢,要制裁中国 因为中国跟俄罗斯勾勾勾勾搭 主要是,这一次七国集团的峰会的定调 非常的简单,直接和明白 那就是啊,胜利嘛 对不对,美欧大胜利 美国要赢嘛 中国要吃大亏啊 别再出别的声音了 别再出别的声音 再出别的声音 美国人,怎么办 对不对 大家只要,只要动动脑子思考一下 发现了某些事情的话 美国人这个体面可能都啊 保不住啊 现在就连日本人都来说怪话 这才是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跟大家讲 安田文雄啊 准备要说怪话呢 首先啊,这个共同社的报道称啊 安田文雄有意啊 在机器首脑峰会间 共享反对啊 这个驶入啊 这个钓鱼岛周边领海 在南海妨碍菲律宾船只等中方行为的态度 其实啊,就是讲这些话 我跟各位讲啊 他想怎么讲怎么讲 他想怎么讲怎么讲 但是问题是啊 这个世界上看的不是你说什么 看的是你做什么 你有能力做什么 你没有能力 你说颇大天 别人也不会理你 为什么呢 你实力不行啊 日本人说这个话 尤其在机器说这个话 是为什么 安田文雄为什么说这个话 很简单 翻译过来就跟南亚讲 那就是啊 这个啊 美国爸爸快来保我 对不对 以前关于钓鱼岛问题 日本人是闭口都闭口都不谈 对不对 跟中国的海警船发生摩擦 中国的海警船实质的控制了钓鱼岛 日本的公务船只啊 然后根本就没办法接近钓鱼岛 每一次来都被中国的海警船 海警船在那赶了又赶去 对不对 上一回啊 追这个日本的啊 这个这个 追着日本这个渔船啊 追日本的这个海警船啊 海上保安厅的船 一直追了几个小时 对不对 都快追回追回港口了 总而言之吧 就是日本人以前根本就不在钓鱼岛这个问题上 说怪话 尤其是对美国人说 为什么 其实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美国来不了啊 日本人也知道 美国也没办法跟中国直接发生对抗啊 在钓鱼岛 在钓鱼岛周边 中美关系好的时候 大家一起发大财 你日本就把嘴闭上 对不对 钓鱼岛那么小一个问题 小小的一个小岛子 你就别吭声了 我美国人要赚钱 这是以前 现在最近这些年 对不对 中美关系啊 没那么的好了 那日本人前几年 为什么还不喊 在钓鱼岛问题上 美国爸爸来救我 把中国打出去 为什么日本以前还不喊 因为喊了也没用了 055 052D 这玩意全出来了 东方21 东方26 对不对 英纪21啊 总而言之吧 就各种各样的超高音速的导弹 你美国来钓鱼岛 这跟中国发生摩擦 真打起来 那真的是挨揍啊 那真的是挨揍啊 而且没办法反抗了 所以说日本人之前也不喊 没法喊 对不对 然后喊了之后呢 你给美国人上眼钥匙吗 什么 喊什么 日美安保条约要启动 你启动一个试试 对 你日本人先喊启动 美国人的就得先找别的茬 先弄你日本 你把嘴闭上 你别给我讲启动 凭什么讲启动 对不对 要上你日本先上啊 你日本先有一个自卫的决心 我美国才能来 这话听着耳熟吧 同学们 所以说呢 日本以前也不提 根本就不提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实力讲话 不是说什么 有个什么日美安保条约 美国人就得一定做什么 就得做什么 就像那些公知所讲的 所谓的什么 所谓什么契约精神 您就别开玩笑 你知道吗 对于西方还契约精神 今天我跟他是盟友 明天我就背叛盟友 跟另外我的敌人是盟友了 在欧洲 近代史上都发生多少回 这个东西还用我跟各位强调吗 对不对 还契约精神 讲究的是什么 讲究的是实力啊 日本人其实也心知肚明 以前跟美国人关系好的时候 或者说 以前还在维持着与美国关系的时候 然后所以说呢 要给美国大哥啊 留一个留一个面子 对不对 这个面子得留住啊 所以说不说 不喊 忍着点啊 比如说日本人搞点什么 菲律宾的问题 南海的问题啊 钓鱼岛问题 基本上不提 要不然就提提东海 什么这个油气田 等等等等 这些事情 钓鱼岛不能提 对不对 不能提 因为什么 因为钓鱼岛之间 引发的就是日美安保条约啊 对不对啊 那所以说 以前美国人来不了啊 以前中国有高层音速导弹 有052D05 现在没有吗 照样有啊 那现在有了 不 现在还有这些 对不对 美国人也没有办法啊 进行对抗的一些设备 一些装备 那日本人为什么要提这个话呢 为什么要去七国集团提这个话 所以我跟大家讲 打的是谁的脸 打的是美国人的脸 你这话讲完了之后 怎么做 这才是问题 对不对 日本人把这个话喊出来了 钓鱼岛这些问题喊出来了 怎么做 南海这些问题喊出来了 怎么做 谁来做 谁来 谁来跟中国对抗 所以你把问题挑出来了 你总得有解决方案呢 对不对 他又不是小孩 岸田文雄又不是小孩 你是一个公司的 一个实习生 你把问题挑出来了 你觉得我 我提问题 我就是最棒的 对 没有解决方案 没有解决方案 就没有解决方案 大家真的可以观察 就是越没经验的 然后的话 很多的同学 就比如说很多的 这个键盘 键盘的战士 对不对 经常提问题 就是他不管在哪 就不管什么阵营 就不管他的意识形态 到底什么样 大家去观察 很多的这种键盘的战士 他都是提问题的高手 提问题的能手 这个问题要解决 那个问题要解决 这个事情怎么回事 那个事情怎么回事 谁谁谁是傻叉 谁谁谁不成 谁谁不行 你但是你稍微认真点 你问他怎么办 没有一个能给你提出来 怎么办的 这个东西不是我想的 我只负责提问题 您算 您算什么 您算什么 尤其是对于个人而言 你自己的习惯上 就是习惯只提问题 不找解决方案的话 你 你的工作呀 你的生活可能都会 没有那么的顺利 对不对 你巨婴啊 只提问题啊 解决问题都交给别人 那不是巨婴吗 你想在工作生活里面 比较顺利 你就得有点能力啊 对不对 你找到啊 这个问题了 你也想一想解决方案 不是说让你去解决 你起码动脑子想一想啊 对不对 你如果有这个能力 无论到哪 你都差不了 可是呢 大量的人都是 对不对 这个问题我发现了 谁谁谁不成 那个谁谁谁不成 对不对 谁谁谁少叉 就天天给你搞这些 没有任何的办法 那咱们看回 安田文雄 安田文雄是小孩吗 当然不是 成熟的政客 对不对 非常非常成熟的政客 而且人家有传承 人家有家训 人家有家教 对不对 日本的 日本的老政法 那玩意厉害 老派法 那玩意叫厉害 对不对 人家家里边都是有 真正的传承 传授的人 他不会只是 单纯的提问题 可是呢 日本真的有解决方案吗 比如说提出来啊 中国在南海 中国在钓鱼岛 日本有解决方案吗 他也没有 打 打得了吗 对不对 怎么办呢 那为什么要提呢 你没有 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案 你怎么 你为什么要提这些问题 你想把这个问题交给谁 交给美国 是吗 你要交给美国 你什么意思 我要是美国人 我上来就是一个大嘴巴 对不对 你把嘴闭上 你别说话了 你再说话打死你 你知道吗 我要是美国人 我看见安庭文雄过时 跟我拿什么钓鱼岛问题 南海问题 拿出来说 闭上嘴 这一次大会 极其的峰会 是胜利的大会 对不对 团结的大会 你给我提这玩意 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欧盟人家刚加关税 对不对 你日本加关税 干呢 你为什么不干 对不对 我跟欧洲人 我们现在关系很好 我跟欧洲人 你携起手来 我要干这个中国 对不对 你定性了 我们已经成功了 我们已经走在成功的路上了 你这个时候 你给我提钓鱼岛 你再给我提一句啊 日美啊 某条约是吗 打死你 把嘴闭上 别说话了 看见你就讨厌 一边呆着去 我还是美国人 我看见安庭文雄 真的是这种感觉呀 不仅如此啊 这个安庭文雄啊 还要提什么呢 还要提啊 这个什么 要要携手啊 被称为全球南方的新兴市场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想法 我觉得你日本现在这个位置啊 好像有点问题 对不对 七七七大工业国 对不对 七国的峰会啊 七个七个世界最大的工业国 对不对 他自己说的啊 他自己认为他是七个最大的工业国啊 啊七个最大的这个工业国啊 这个峰会 你跟我聊什么南方国家啊 对不对 你你你还知道你的位置吗 聊的是什么 我们七个国家 对我们七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利益 未来的未来的利益 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我们七个国家如何统治这个世界 你现在你日本要代表南方国家 发展中国家 你要跟啊这个七国集团 这内部来 你要对着其他的美国英国法国 这些国家 你要干嘛 呵呵 你要干嘛 你要喊什么 你要说什么 你要讲什么 对不对 你要你要你要怎么样啊 你是觉得我们这些国家 打压了这些南方国家吗 啊 不给南方家的南方国家分利益吗 你到底想要干嘛 日本人你到底想要干嘛 还不够清楚吗 对不对 日本人为什么发生这种变化 其实原因很简单 跟着美国走 不仅没利益 还要吃亏啊 这种变化自然而然 他就产生了呀 这真的是一个 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啊 大家一定把这个事情看清楚啊 真的没辙 对于美国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美国人知不知道 知道 可是呢 那个体面得维持住嘛 胜利的大会还得开 这真的是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现实啊 那你美国人想让日本人把嘴闭上 那美国人你就得满足日本人的一些需求啊 最近啊 今天刚才跟大家聊了一个新闻吧 那就是啊 日本那边算是啊 承认了这个日本的官方与朝鲜啊 在蒙古国进行接触 日本的承认 其实啊 这个事情啊 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很多 感受到很多 这个世界要发展那个方向啊 日本人承认与朝鲜接触了 日本人也在给自己留后路啊 他往哪个方去留呢 我相信大家也会了解 慢慢就会感受得到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日本人的未来 基本上现在看的是越来越清楚了 那美国呢 美国人不知道吗 当然知道啊 日本要选择了 从中日韩三国收到峰会 中日韩三国的联合声明 中日韩决定要加速 中日韩三国自贸区的这样的一个会谈 美国人还怎么了 发展到今天美国还拿什么拦住 这样的一个趋势啊 中日韩真的绑起来了 美国真的是没办法 只从用美元计价的GDP来说 对不对 1亿美元的啊 这个GDP的这个韩国 4亿美元的这个日本啊 4万亿美元的日本 18万亿的啊 这个中国 对加起来超过美 超过美国的GDP了已经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东亚三国绑起来对于美国来说就是一个噩耗 现在这个趋势还停不下来 而且日本人还在说着怪话 你是美国人 你现在什么感觉 没感觉 没感觉 麻了就行啊 这彻底麻了 还有什么感觉啊 啊 人生啊 难得糊涂啊 什么事情看那么清楚 太痛苦 难得糊涂 总而言之吧 我就看见了什么呢 我就看见了欧盟加关税了 啊 赢麻赢麻 什么你跟我说什么 加关税只加了17.4%啊 而且还是比亚迪 中国最大的啊 电动汽车的厂商 对不对 然后还只加了17.4% 哈哈 对不对 不管 最高是38.1 那38.1 上汽集团啊 最高是38.1 有38.1 我就看见38.1 我就啊 安心了 总而言之吧 然后胜利了 赢了 胜利就在眼前 我们正在前进在胜利的路上 对不对 所有说怪话的 往旁边哨哨 别碍事 碍事 你要出大事 日本人把嘴 闭上 别说话了 看见你就讨厌 往旁边哨哨 坐那待会行不行 哪凉快 哪待着去 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 你说什么感觉呀 有用吗 欧盟是真的是站在了美国这一头吗 欧盟这叫什么呀 对不对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表面上看起来是跟着中国玩这个贸易战 实质上是什么 这才是最有意思的 就加17.1% 17.4 关税 这玩意叫加呀 你跟没加什么区别呀 这新闻一出比亚迪的这个股价还往上升 你们开玩笑吗 所以说这就是最神奇的美言 美国现在什么状态 美国现在什么状态 对不对 总而言之 我赢马赢马就得了 对不对 反正我赢了赢了 我就是走在省离的路上 就是就是 讲到了日本 讲到了欧盟 哪还有别的呢 对不对 日本美国的盟友啊 很多同学一说 就是日本人是美国人养的狗嘛 对不对 欧盟呢 欧盟没主权 对不对 欧盟就得依赖着美国 然后呢 那还有啊 五眼联盟里面重要的一员啊 西西兰今天跟中国发布联合声明 这个中国跟西西兰的这个交往 我跟各位讲太逗了啊 咱们就不说啊 什么跟这么西西兰的总督啊 见面说什么 跟西西兰的总理见面说什么了 对不对 中国李强啊 李强总理啊 跟他们见面说什么 这个都不讲了 就看啊 这个发布的一个联合声明 叫中心领导人会晤联合成果声明啊 这个声明呢 这个条啊 这个条啊 条数也不多啊 总共也就八条啊 总共也就八条 里边啊 这个里边真正能够让大家感觉到很神奇的 或者说啊 看起来有重大动作的也不多 讲的啊 很多都是什么呢 很多都是啊 大家要合作啊 什么外交经贸农业领事执法防务啊 什么太平洋岛国事务和人权领益啊 要有对话等等等等 哎呀 这个东西啊 面太大面太大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跟西西兰谈太平洋岛国 我这个啊 不好说啊 不好说啊 西西兰为什么要跟中国人来谈这些问题 为什么不跟美国谈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这两国合作 两国合作 这都是小事啊 还什么中国和新西兰重申联合国宪章的 重要性 哎呀 什么双方重申啊 以世界啊 贸易组织为核心啊 什么 以多边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制的重要性 还是那句话 之前跟大家讲过 这是什么 江湖的啊 春典嘛 江湖的黑话嘛 你听得懂 你就听得懂 你听不懂 拉倒 这句话 这为什么是江湖的黑话呀 美国所主张的是啊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也就是以美式规则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 中国所主张的是 以啊 这个国际法为基础的啊 这个国际秩序 这是中美博弈核心的点 世界上某些国家 如果这个国家啊 发布了一个声明说啊 我这个国家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这就是美国的小弟 如果这个国家喊的是啊 以啊 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这就是跟中国关系比较接近的 最近日本 对不对 日本的那个 应该是方向啊 日本的方向啊 然后在这个相互理大会议之上就讲了 对不对 我这个日本呢 是啊 以这个什么 这个国际法和和什么自由主义 什么什么的啊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日本人开始跟美国人说两种话了 虽然说跟中国人说的话还不一样 但是的话 日本是谁原来的原来的势力啊 美国的小弟嘛 对不对 开始跟美国人说不一样的话了 这都出了大问题 新西兰同样也是如此啊 新西兰现在讲的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性 哎 怎么不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了呢 对不对啊 这个东西啊 都是小事小事啊 哎呀 太小的事了啊 这个新方啊 还还重视啊 中方申请加入CPTPP啊 重申CPTPP 对能够满足奥克兰三原则的经济体加入 保持开放 新方重视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然后呢 进展中啊 有关加入工作组啊 正在进行啊 的讨论 哈哈 这都小事小事 中国加入CPTPP 这全是小事啊 接下来就来了一大串啊 就是中国啊 这个总理李强于啊 这个新西兰总理 拉克森总理啊 这双方签了一些啊 合作的文件啊 小事小事啊 这合作的文件里面有七项啊 七个文件啊 第一个文件呢 什么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 什么负面谈判 负面清滩的谈判的换文啊 第二个什么 这个新西兰鲜石啊 软枣 猕猴桃啊 抒花植物检疫啊 什么出口的计划等等等等啊 还有什么 这个什么新西兰的 这个鹰园的这个配方奶 奶粉等等等等啊 这些合作啊 这个要的一个安排 还有什么呢 这个关于啊 这个中国与新西兰贸易啊 外交贸易部啊 关于优化营商环境 合作安排的备忘录啊 小事小事 然后的话 还有什么 这个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与新西兰啊 资源保护啊 关于促进迁徙水鸟和海鸟 环制数据 交换合作 安排备忘录 全是小事 对不对 什么全是猕猴桃啊 水鸟迁徙 全是这些问题 大家没发现 我少读了一条吗 刚才跟大家说的是七条 给大家读的 读完了六条 第七条是什么呢 哎呀 哎呀 第七条说啊 这个关于中心第九轮战略研究联盟合作项目的确认函 我要是美国人 我不打死你 新西兰 你无眼联盟的 你是无眼联盟的 对不对 你现在说的是什么 什么中心第九轮战略研究联盟合作项目 你跟谁联盟合作项目去了 新西兰 你讲清楚说明白 对不对 你到底想要干嘛 你还是不是我的小兰兰 你还是不是我美国的小小可爱小兰兰 对不对 小兰你要去哪里 你给我讲清楚 对不对 你跟谁啊 玩什么联盟去了 你不知道你是无眼联盟的吗 啊 我们这个就啊 还在生肖当中 什么你给我说啊 小兰兰你给我提开放关系 啊 我们是有一纸婚书啊 对不对 你你是我的合法的盟友 什么你小兰兰说 你就想要开放关系 啊 对不对 你不能够管 你还不要求我管住你的自由 对不对 啊 你与谁交往 与我 美国无关 小兰兰你背叛我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家自己看 对不对 今天跟大家聊的几个国家 大家的新闻 日本 对不对 欧盟 对不对 包含西西兰 这都是谁的地盘 这原来都是谁的地盘 无眼联盟 对不对 七国集团 美国啊 美国控制的国家 对不对 美国控制的组织 很多同学眼里边 欧盟 日本那都是美国人控制的 对不对 美国控制的 走到今天怪怪的 无眼联盟里边的新西兰 怪怪 那不叫怪 这都开始啊 迷暮着难 中美博弈的大环境里边 谁在真正的开疆拓土啊 美国的传统的盟友们 对不对 一个个的啊 好像都表现出非常奇怪的一些动作 那跟中国关系好的 怎么没有导向美国呢 跟中国打过仗的越南 好像也跟美国的关系也不咋地啊 对不对 美国跑到这个啊 东南亚 拉这个拉那个 弄来弄去就弄去一个啊 这个不中用的菲律宾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越南什么呢 马来西亚 一些个印尼啊 这些国家 一个都没拉走 怎么美国原来啊 坚定的盟友们 新西兰 维尔联盟的 七国集团的日本 对不对 欧盟 他一个一个跟中国的 怎么都呢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谁在开疆堕土 看得清楚了吧 这个世界啊 正在发生着一些啊 神奇的一些变化 对不对 哪怕是在巴以这边 美国人就算装看不见 美国人啊 最近表现的特别的乖 乖巧 懂事 对不对 原来跑到这个联合国啊 这个 那现在开始 我这个标军 安理会啊 标军一下 我这有一个和平的方案 停火的方案 对不对 永久的停火 我美国给大家提方案了 对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 对不对 美国啊 给和平一个机会 美国好像忘了 之前他否决了多少份 这种和平的方案 对不对 否决了多少份 现在美国人 现在美国人为什么如此的懂事 自己去提了呢 他不具体 他就会成为重视之地啊 美国也得求火呀 他不具体 那个啊 那个穿拖鞋的那个游击队啊 对不对 正拿着那个板砖 追着前面一白毛老头 对不对 老灯 别跑 老灯 别跑 你说我没 没砸着你 你别走啊 你看看我 咋不砸着你 我这板砖可硬了 超音速的 对不对 高超音速的啊 这个这个板砖 你等着老灯 别走 对不对 然后老灯啊 你要不怪一点的话 对不对 那这视频我给你发出去了 老灯 你自己看着问 老灯怎么着 老灯跑到联合国 对不对 懂事了 现在不仅如此 汉马斯要求 对不对 你美国这个 和停火的方案 非常的好 但是的话 中国得来当中人保人 那个伊朗啊 那个土耳其啊 那个俄罗斯啊 也都可以来当中人保人 美国人很生气 美国人提都不敢提 啊 我反对你啊 哈马斯说这些话 对不对 你不能这样 那你生气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你实力不济了呀 那别人不 那别人不就是啊 想要说什么 说什么吗 就给你提要求 你如果不接受 你美国不接受 可以啊 那你美国的这一次的停火 对不对 你自己推动的这个停火 那不就失败了吗 那你说哈马斯提的这些要求过分吗 一点也不过分呢 哈马斯只不过是希望啊 有中国这样的国家来当一个当一个保人 当一个保证 对不对 然后这有什么不对吗 所以说呢 那你美国不天天喊啊 中国要在这个红海 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中国你不能够不管红海这些事啊 之前美国讲的呀 你应该管住啊 伊朗管住这个管住那个 对不对 你你中国不要老想着坐守渔翁之力啊 这全都是美国原来的媒体啊 喊的 现在人家哈马斯要求中国了 对不对 中国也愿意 应该也是愿意当这个保人 当这个保证 对不对 中国也是愿意的 你美国为什么现在不敢吭声了呢 你不吭声 你拒绝是吧 对不对 那你啊 联合国安理会 你自己提这个决议 事实失败 事实失败 然后的话你美国啊 要背负什么你自己知道 有本事你让以色列打赢了呀 以色列如果能够打赢 你美国会有今天这个样子吗 所以说呢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着什么 不管发生着什么 但是对于美国人而言 现在就是头可断 头发不能乱 血可流 皮鞋不能不擦油 对不对 这个气势啊 得保持住 这个气场得保持住 总而言之 对不对 美国欧洲啊 大胜利 美国欧盟大胜利 要对抗中国了 对不对 啊 我们正在走在胜利的路上 啊 只要这样行 这样玩就行了吗 但是还能撑多久呢 美国大选就是个坎啊 大家等着看吧 好吧 今天这期啊 就留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